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新首相安华昨天表示自己获得了国会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 那不过按照安华已经公布会加入团结政府的阵营来算的话 总共才145席还欠三席 但昨天晚上这三席啊终于有了眉目 那就是来自沙巴的两名独立议员 也就是丹南区国会议员李都安·鲁宾和古达区国会议员威尔顿·巴汉达 还有一名来自沙巴社会民主和谐党的哥打马鲁都区议员维特伦·巴汉达 他们昨天呢跟安华会面之后把照片发到面子书 公开表示对安华的支持 至于国盟方面 虽然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昨天一度表明 伊党将会跟国盟盟党讨论首相现役组织团结政府的事 不过今天的达基尤丁啊态度是急转弯 他发文告表明伊党的立场跟国盟一样 在经过多方考量之后呢 决定维持反对党身份 做好监督制衡的角色 不参与西盟领导的团结政府 而国盟另外一个成员党民政党呢 虽然这次大选继续一败涂地 没有难获任何一个议席 但民政党主席刘华才指出 对比两次周选 民政党的得票率有明显增加 他今天也在《曾文坡》召开记者会 感谢选民对国盟的支持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今天召开记者会 刘华才表示 人民的知识度上升 显示民政党在这次大选并未全书 同时刘华才也解释 国盟不加入团结政府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